最近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莫过于贷款利率要怎么固定的 那么贷款利率的走势 在媒体上现在众说纷纭 今天这个专家说利率很快会下降 明天又有银行说 要到年底甚至明年才会下降 这让我们非常困惑 究竟要如何选择利息固定期限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你好 我是小宇 现在的小宇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银行的贷款成本之一 叫做批发利率 这是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借贷成本 就像是官方贴线率OCR一样 对我们所付的贷款利息 有个非常直接的影响 最近银行的批发利率出现了明显下降 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降低超过0.5% 那么按理说利息会下降是不是 可是您可能在去年12月份 都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变动 那么这是因为银行一直在努力恢复 过去一年所损失的利润 现在银行的利润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那么问题就是银行是否会尽快 降低我们的利息呢 我个人认为啊 今年的利率会下降 但可能呢不会马上发生 更可能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 这是因为新西兰储备银行啊 想要竭力控制通货膨胀 那么他们目前甚至没有计划 在2025年之前 降低官方低限率OCR 降低贷款利息呢 会让通胀加剧 这是他们想要避免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 自己的贷款利息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为客人要到的 各个银行的利率啊 供您参考 从头中啊 你可能观察到 大多数银行的六个月 一年和18个月期限的利息呢 都差不多 目前呢 浮动利率呢 比较高 而固定18个月呢 又太长 所以建议大家啊 在六个月和一年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您的贷款是在BNZ或者ASB 那么固定六个月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利率呢 与一年其实非常相似 甚至更好 而对于其他银行的客人呢 可以考虑固定一年 因为它稍微便宜一些 而且呢 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等待现在的降息 那么在这里想跟您说啊 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利息瞬息万变 全球经济形势啊 和新西兰国内经济表现 还有储备银行的这些政策 这些诸多因素 都会影响我们的利息变化 以上呢 预测都是基于 视频发布的时候 这个经济条件 所以几个参考 并且呢 不涉及到给您个人建议 如果需要个人建议呢 请您联系你的贷款顾问 或者直接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取得联系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